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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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总认为自己做得合乎道义 那这个金主自己偏差错误 听信啊 奸臣的这些惨媚 视视而非的话 听了之后啊 那自己这些行为就不正当了 那还认为啊 自己做得合乎道义 总是认为自己做得都是合乎道义 没有错的 这是金主领导人的通病 这个自古以来啊 那很多这个金主最高领导的通病 那这个讲最高领导啊 那也涵盖所有各阶层的领导啊 这个我们要这样看 那不能说啊 那是古说皇帝的事情啊 那跟我没关系 那其实每一个人啊 都有为君为臣啊 这样的身份啊 你在一个家庭是一个家长 那你就是金啊 那你在朝廷办事 你在朝廷是臣 但是朝廷啊 也有每个阶层的 这个最高的领导 所以每一个人啊 都有为君为臣 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个我们要这样理解 那讲这些金主的通病啊 都是被这些奸臣啊 用这种奸令的原理啊 所迷惑 扰乱 因为呢 那些奸令讲的话呢 讲的原理啊 他柔和 顺心 而又有文采 文采讲得很好听啊 柔和 这个就是像佛经上讲的 旗语啦 旗啊 是绸缎 很美丽 绸缎啊 这个布啊 可以织成 很好看的布匹 衣服 很好看 那么用这个来形容啊 这个讲话呢 花言巧语啦 讲得很好听 很美丽 这个有文采 就是讲得很动听啦 听得啊 让这个君主领导人啊 心里就很欢喜 但是啊 被奸臣这些 不正确的话呢 误导了 自己不知道 那么中正的臣子 他们讲的话呢 简朴直接耳 多半听来 逆耳 这个比较中正的臣子啊 他们就不会讲一些 好听话了 讲真话啦 这个真话听起来啊 多半是逆耳 逆耳听得不是很舒服 所以俗话讲啊 中言逆耳啊 良药苦口 但是如果能够接受 听这个中言啊 中正的原理啊 中正臣子所讲的话 那对自己本身国家呢 才真正有放肤 好像吃那个药很苦 但是你吃下去啊 病就好了 那这个一条啊 是讲啊 这个要能够辨别啊 那些奸臣讲的话 虽然很好听啊 但是不能被他迷惑误导 忠诚的人啊 讲的话不是很好听 但是有道理就要去接受 这样啊 对自己 对国家 对团体 对一个家庭 才有真正的帮助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